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类的COS夹杂在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 人是三次元的 角色概念是二次元的 当一些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能攀附到边缘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些市场经济 最近许多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有一种群 它把COS和零花钱两个关键字连接在了一起 简介中包含了圆交 约拍 圆柱之类的词 大大小小的群 有500人的 甚至有加满2000人的 难道这种产业现在这么发达了吗 那么今天跟猫神进入这些群看看 到底这些群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了节目的制作 我首先在搜索引擎里搜了一下COS和零花钱的关键词 发现大部分喷鱼的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问这是什么意思的 什么情况 代表这类朋友刚入门 第二种是表示怀疑不清楚这是真的还是炒作 第三种是已经加过群了 并且会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四类朋友基本都在谴责 谴责二次元 谴责COS 谴责性教育 夸张一点的连文化入侵什么的都提出来了 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就在群里搜了一下COS和零花钱的关键词 几百上千个群印入眼帘 有上海的 有北京的 有江浙户的 甚至还有中老年的 这人类的品位是越来越奇怪了呢 随便点开排名前几的群就能发现首先群的创建时间都不长 并且大部分都是付费入群 从一元到五元不等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让人有种背后py交易的感觉 从群里的一些介绍信息来看 这些群就是我们要找的 但做了市场那么多年 首先我得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刚才这些群大家注意到有一个问题 好多管理员都是同一个人 甚至连描述语句都是一样的 这让我回忆起了曾经的工作 因为曾经的工作原因势必会接触到炒作和运营的问题 炒作牵扯到虚假 运营代表舍法 群的人数以及群内说话的人都是可以控制的 这便是花钱都可以做到的事 从某包里搜一下便有了类似的答案 随便点开几个管理员的头像 便会有类似提升群排名 群活跃的介绍 大部分群主的等价也都不高 所以我认真理了一下头绪 如果有以下几套信息的话 很有可能这就是营销群 这类群是为了推广刷群人数的广告 而非真实我们要找的Course零花钱群 这第一个管理员包含了刷群的广告 第二群的创建时间很近 第三群的描述有很多相同的内容 第四以活跃度排名排名靠后 如果满足以上的条件 基本就是营销群 这就是利用围观群众和热点效应 来赚取入群费和刷存在感 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 各位也别小看这些入群费 根据我关系不是很好的朋友透露 一天收入能有上千元不等 因为除了看热闹的朋友加群外 迪迪确确有土豪根本不在乎 五元十元的入群费而被骗进群的 他们是真实的嫖客 当然也有我这种莫名其妙做视频的 在加了十多个群以后 我发现大部分群其实都是死群 还有许多骗子群 其中有交了定金看照片的 有付群费完全没人理你的 当然我也尝试了付费看照片 结果我被拉黑了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骗子和广告商做的热点事件 根本不存在什么15岁元教 也不存在cos妹子跟你睡觉 这件事我想可能就告一段落了 猫神我本以为这件事基本要结束了 因为大部分群影都是骗钱的 直到我找到了几个群 有付费的也有免费的 起初进群后大家的聊天信息都很正常 根本没有所谓的cos睡觉 也没有什么圆胶 连张小黄图都没有 还没我微博发的图刺激呢 但是到了晚上许多妹子就出现了 觉得事情有蹊跷 于是第二天下午 机制的我马上联系了群主 不联系不知道啊 几句话之后我确定 这就是我要找的群 而且的的确确是有所谓的圆胶情况 而且通过一般手段 是没人理你 也没人提这个话题 大部分情况都是需要通过私聊完成 然而我找到的大部分都是爷们 虽然过程枯燥乏味 但是一想到可以舔cos的话 瞬间耐心倍增 正当我无奈的时候 群主告诉我 有更高级的群 但是需要更多的钱 为了让大家了解真实的情况 我觉得有必要进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进群后发现 妹子的确很多 于是我就开始了私聊 由于是花了巨款进群的 所以我也非常的直白 直接问妹子多少钱一次 果不其然啊 妹子也非常的直白 2000一次 从年龄信息来看的话 19岁的样子 当我问妹子 是否有cos的时候 妹子告诉我没有 她主打是学生概念 并且发来视频 作为验证 2000的价格 其实并不算便宜 人家那某个地方 服务一条龙 又提供地方 又嘘寒问了才一半的价格 大家不要奇怪啊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我也没去过 你们要信我啊 当然了 这也主要是概念问题 多花一辈的价格 可以和自己喜欢的角色 或者是梦寐以求的 学生妹在一起 在某些人眼中 是很值得的 可以看到群里有许多人 写着叉叉地区的妹子 找我这样的信息 在这里啊 学生被刷新了底线 COS被刷新了底线 只有卖淫两个字 被高尚化了 我觉得我可能是运气好 碰到了一个年轻学生妹 做这行的 于是我试着找了好几个妹子 聊了一下 结果发现差不多都这样 明码标价 似乎这类群主都没意识到 组织卖淫也是非常严重的 刑事犯罪 最高十年 最少五年 能不能雪转是一回事 别到时候进去了 才后悔 另外啊 把群名字改成了 COS 零花拳的吃瓜群众们 别知道了几个梗 就觉得很时尚 网络环境这么糟 不值得你躺枪 也更不值得去宣传 最后 COS和零花拳 这个东西是怎么活起来的呢 一种东西啊 关乎于欲望 并且牵扯出某些利益的时候 自然会有许多人想去了解 其中包含了想组织的人 卖身的人 熟身的人 以及吃瓜看热闹 不嫌势大的人 这种热点事件 热到在一些知识类的网上 也出现了各种咨询 大部分问题是问 怎么看待COS原教 回复呢 也多达上百条 大部分也都是 以讹传讹的骗赞回复 甚至还有耍段子的 什么叫骗赞呢 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大部分人在回复中 大肆宣扬 这都是性教育的缺失 这都是COS圈 太混乱 这都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流露 巴拉巴拉导致的问题 反正这么说没什么错 再加上自己一些编错的剧情 就完成了骗赞的过程 且不说啊 如果考虑人性的问题 这会有多复杂 单单把锅分配到几个问题上 这就是思想单纯的表现之一 感情啊 假如没有COS 零花钱这个事件 15岁的学生 就单纯的只知道学习了 性教育如果教的好了 就能避免少女失足了 不熟悉某些国家文化的 就不会走向欲望的深渊了 曾经我们微信热转的鸡汤 现在轮到了父母热转 回去看看那些鸡汤 真的会怀疑 当初转鸡汤的自己 是不是傻逼 人吧最悲哀的莫过于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从来不曾有过独立思考 哪天自己跳出井来看一眼 不知道会不会被吓死 好了 本期的猫说猫腻就到这里 我是猫神辣椒酱 如果还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 itfish 你很受害人 这种猫虫说猫 咯 词我去想起床 还是最高的 在太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